哈喽小红书的宝儿们大家好 我是赵琳 那我手里这款平板呢 就是华为新出的一片纸 不开玩笑啊 这个是华为新出的 华为Mate Pro 13.2英寸 这款产品呢 我觉得拿到手里的感觉 非常非常非常震撼 为什么呢 像扇子一样 首先是真的很轻薄 其次呢 它真的非常非常非常的轻 真的就非常轻 就它真的给人一种感觉 就像一片纸一样 它足足比iPad要轻了100克 100克是什么概念 就是你的手机一半的重量 这个设备 我觉得它会影响到 后面的所有厂家的所有平板 因为它真的卷到了一个极致 这款产品呢 是现在市面上最薄最薄的平板 以及它是市面上 屏占比最高最高的平板 以及它是市面上 充电最快的平板 音效非常好 我给大家进行了一个测试 大家听一下 我们让 我们让 我们来听一下 好 欢迎回来 还是给大家数一下 这儿有两个扬声器 然后这儿有个扬声器 这儿有扬声器 这儿有扬声器 它总共有六个扬声器 跟iPad Pro的两个扬声器 刚刚其实大家从这个视频里面 听到了一下这个音质 平板里面能达到这个音质 已经非常强了 它甚至比很多小的 蓝牙音箱的音质还要好 非常比如说看剧 它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 一个移动的小的影院 而且它的屏占比非常高 你就感觉你拿了一块屏幕 我在想说 未来如果我能把它 接上一些游戏机什么的 可能这个画面 也会非常震撼 因为它还采用的是 这个LED的柔性的屏幕 那个刷信率 以及它的这个亮度 都是非常非常高的 而且眼睛的这种观感 是非常好的 然后这个屏占比 其实我从镜头上 可能给大家看不太出来 那么清楚 这样把它的立起来 会比较直观一点 其实华为平板 一直在做的 不仅仅是一个平板 它是一个万物互联 它是生态里面 很重要的一环 它是我在办公时候的 一个好帮手 那它支持了 PS的这个网页版 以及像一些软件的 这个网页版 以及你在刷小红书 刷微博 视频平台 看视频的时候 它有更高的这个屏幕的 这个显示画面 使用这个小红书的时候 我们可以去进行的放大 大家现在用来用去 用平板 用电脑 其实最在意的就是 那个画面 能不能多显示一些 能不能让你多看到一些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它 这次我觉得这个 屏占比的这个优势 既然说是一个生态呢 它能为你的手表 以及跟你的电视 跟你的手机 进行一个互联 就有请看 接下来的几个视频 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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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机并没有动 但是呢 我的这个地方 就已经有了信号 华为自己呢 会共享这个信号 并且可以打电话 比如说发短信 直接添加短信就好了 就可以直接在PED上发短信 那我们先给张翔打个电话吧 好 给我弟打个电话 OK No 我的手机就会提示 正在拨电话 正在拨号 喂 没事 没事 我就测试一个东西 拜拜 拜拜 OK 再见 拜拜 那如果我这时候 把手机 投到我的平板上 这时候连接 连接 你看 这个地方就消失了 因为它默认为 你用手机 可以在屏幕上操控手机的 我们这时候 如果把手机放在这 我不摸手机了 No 这个也是可以 直接去滑动的 用电脑滑动的时候 它这就会黑屏 就会帮你省电 用这个手机打开 No 速度也是一样的 手机上 有一张照片 那我想把它拖到电脑上 我只需要把它摁着 拖过来 就行了 No 这照片就会出现在电脑上 比如说我们现在滑下来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如果它连接下来 可以干嘛 使用该设备摄像头 那我点一下 我现在就是我手机的 主摄的这个镜头 点一下翻转 好 这个时候 我们只需要把它拿起来 No No 包括我们的变焦 也是可以根据这个走的 比如我们先点个变焦 好 现在这是三倍 然后如果我们这时候 想录像呢 也是没问题的 点录制 OK 开始录像 这个时候我们只要点到这个 看 它就可以录像了 也可以自拍用 因为之前在那个小龙叔的评论里面 他说他是学生嘛 然后他需要做笔记 然后以及很多办公室是说 他们需要做笔记 如果你是华为手机的用户的话 它能更好的 更加高效的跟你的手机进行相结合 它就是一台非常非常牛的黑科技 手机已经关了 已经黑屏了 那这个时候我想操作一些 比如手机屏幕上的一些东西 也很方便 刚才办公 这边备忘录要记一些东西 我们先打开备忘录 把这个上面的文案 印尼出差 中秋节 把它保存下来的话 那我们只需要这样 然后点这个一键摘录 这个时候呢 我们只需要摁着它 直接送过来就好了 这就可以出现在这个上面 就很方便 我们想全局批注 好比我觉得 这几个都有错别字 我点下全笔机批注 它这个就会直接推出这个东西 然后我们就可以正常的去批注 这个把它关掉了 它就会回来 如果用iPad玩这根笔的话 可以拿这个看图 但是我们不能做批注 玩这个平板是可以的 我们全局批注 比如说这张图不好看 我们给它劝出来 这图怎么画的呀 然后保存说 这是不行 差评 我们摘录 来这个粉丝的评论 那我就可以把这个摘下来 这就可以直接批到图侧 可以摘录 好比我们摘这个 它会自动帮你圈着一个框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把尺寸 调成我们想要的 点保存就可以了 其次是它搭配了这个星闪的笔 大家其实对星闪这个东西 还不够了解 那我来跟大家说一下什么是星闪 刘说法就是 它结合了蓝牙 结合了WiFi 但是比蓝牙跟WiFi 快了数倍 就是它不能用倍来形容 因为这个量就好像 今天我吃了一厘米 跟我吃了一碗米的这个区别 那这个区别大到就是 你目前可能感觉不明显 当它都配套好的时候 它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恐怖的东西 所以我们现在要传一个 三个G的视频 如果是两台星闪设备的话 它的速度是蓝牙跟WiFi的好几倍 星闪呢 将这种设备之间连接也会更加的高效 就像星闪的耳机 配上星闪的这个平板 比如说我们下载了最高最高的这个音效 最高最高画质的这个电影的时候 那我们听到音效就是无损的 那比如说星闪的笔 那它在平板上去滑动的 是没有延迟的 就像你正常用一根水笔 在纸上去写字一样 没有任何的差别 并且它有个AI修复功能 它可以在AI修复上 比如说我的字 这个写出来的好像没有那么好看 那这个时候它能帮你修复 能让你的字变得更加好看 变得更加规整 好了 我们刚刚已经把这个平板的所有所有东西 全部通过不论我说呀 给大家展示呀 都已经介绍完了 那其实大家也能看到 作为一个十周年的产品 它是让人非常满意的 那它既满足了大屏 又满足了比较轻 还满足了跟你手机 更好去互联 就代表的是未来十年 它会把这个生态做得更完善 它虽然很大 但它很轻便 它虽然很大 但它又很方便 那我觉得这个就是 3.2英寸的MatePad Pro 赋予你的意义 我是赵琳 我们下期小黄书 再见